我們在未來馬上要用到的數學 就是微分跟積分的部分 那對微分的話 對微分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面 你們是算起來是非常熟悉的 那為什麼會說你非常熟悉呢 因為我們平常在計算的過程當中 常常會希望知道 一個物理量隨著另外一個物理量的一個變化 譬如說 我們知道 Y這個物理量 是X這個物理量的函數 所以當X在改變的時候 Y跟著改變 那這是你平常看到的 譬如說我們X如果是時間的話 這是時間的話 那未來我們看到的就是位置 OK 那位置是時間的函數 那就是X1 就是 那 現在Y是X的函數 那我們就寫 YX 那你可能 這個函數的變化 是隨便的一個函數 是隨便的一個函數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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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於我為了 或者你們怕擔心 所以我就把這個當成F好 這樣已經函數好 這樣已經函數好 好 那這個函數 dountion of F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我這個函數隨著X在變化的時候 那X 就是 我們說X呢 可能是我們的 位移 或者速度 或者力 或者其他的物理量 都沒有關係 那這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 那我說 他在隨他變化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 在某一個 變數的情況之下 XY 到另外一個變數 X2 到底這個函數 變化的多少 是我們常常關心的 那以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看待的話 我說這是一個位移 那我在T1時間的時候 他的位移是多少 到T2時間的時候 他的位移是多少 那 這是我關心的事情 所以我們平常在數學上面的話 我們就希望知道 到這裏 這裏 不一樣 我把它畫得清晰一點 他隨著變數 到底他的變化是多少 那我們常常看到的就是說 好 在這個範圍內的變化 他的變化量是多少呢 那就是 那就是 X2 -F X1 你為了要去表示 這個變化量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把 在DeltaXc的位置 S2-S1 這個區間裡面 DeltaFx的變化量 我們就把它做相除的動作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他在這個區間裡面 這個變物理量的變化量 那這就是我們平常在講的 我們在學這一段的協力 OK 那這個協力 就是DeltaX 橫直DeltaFx 那這個是 這個是DeltaX 這個呢 就是DeltaFx 這是基本方面 我們說的 我們在數學上面 在求他的協力的情況 那 當我 這兩個區間 就是這個變數 改變的非常非常小的時候 小到什麼程度 小到 讓我的Limiter DeltaX 趨近0的情況的時候 那 我要去求 這個協力 當X2 非常接近X1的時候 我去求他的協力的時候 那這個協力呢 就慢慢的 慢慢滴近下來啦 變成在這裡 這一點的時候 你求出來的協力 他的詞 就隨著他的趨近而有所不同 那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去求他的協力的時候呢 在物理上面的話 是我們平常所攜帶 想要知道他的瞬間之間的改變 也就是說 這個X這個變數啊 改變一點點的時候 這個物理要改變的Sensitivity OK 那如果我們能夠知道 他改變一點點的時候 他的Sensitivity 我就可以知道這個物理量 到底穩定度是多少 或者是他的這個 變化的情況是多少 那我們平常在數學上 為了要滿足 這樣子的一個需求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這一個定義 這個定義呢 就依照我們原來 所求的協力 當我們的趨均 趨均零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那我們所得到出來的結果 那為了我們這個X的部分 其實就是X1加上Δx 那換句話說 你就可以把這個寫成Δx Fx加上Δx減掉Fx 那也沒有問題 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在數學上面就直接把這個定義成Dx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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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x這個符號 當他的值很小的時候 趨近於0的時候 Δx這個符號呢 這一個Δ這個符號就用D來表示 也就是這裡面的Δ已經用D來表示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就是微分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你們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求協力的概念 好 那這個沒有問題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 當你知道我們這個微分的意思以後 那我們說 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對這樣的微分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面臨的一個問題是 如果我一個函數 我說這個函數 我可以把它寫成兩個函數的相乘 很簡單的譬如說 那它就是X跟EX的函數的相乘 OK 然後10的Cita 那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Copelicita分之Sinecita 就是Cosinecita分之Sinecita 那也就OK 你是你把Sinecita跟Cosinecita分之1的相乘 類似的 類似的 那如果一個函數 是兩個函數的相乘的時候 那我現在要對這個函數來做 為分 那相當於 我就是把這兩盤數 要把它拆開來 那你現在可以怎麼做呢 我就說 我可以先把其中一個固定 先對 另外一個做為分 然後再把另外一個固定 然後 那這是 這個為分的一個分配的固分 OK 所以 所以 依照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你要去做 Cosinecita的微分 你可以先在Sinecita做微分 然後再用Sinecita分之1做微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這是 微分的部分 有問題的話 隨時可以打斷 好 OK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一個函數 如果 如果 四里亞的函數 和相加的時候 那 這樣子更簡單 你要去做微分的時候 你就是相當於個別的函數 在做微分 是 這是 在微分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情況 再來的話 是我們在微分上面常常會碰到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圈入 那我說 好 好 這樣子 我們平常我們在微分上面的話呢 你看到的 你這個變數啊 直接就是它的變數 那所以我們就直接圍了 就沒有問題了 有時候不是這個樣子的 有時候是什麼呢 有時候是 它是它的變數 但是我們期待的不是看它的變化 譬如說 舉個例子好了 我說有一個自由落體 OK 那你們都知道 它的速度 是 時間的函數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你們就很容易知道說 喔 我要把這個速度 跟時間的微分 我看 這個速度 隨著時間的變化 你想要了解 就很簡單 但是 我說 我說 我如果要了解的是 這個速度 隨著位置的變化 那你知道的是 速度隨著時間在變化 位置其實也隨著時間在變化 對不對 所以 這三個 並不是 independent 他們是之間有關聯的 那 換句話說 這時候 它可以是 Y的函數 但是 Y呢 也可以是 X的函數 所以 你不可能 對 Y直接 因為它是 Y的函數 你不可能直接對方為分 那 圈路告訴我們 什麼呢 說 如果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先對Y為分 你可以先對Y為分 然後 Y再對X為分 這樣了解嗎 這就是 那就畫些 像這種情況的話 我說 速度是時間的函數 然後X又是T的函數 那我知道它是T的函數 那我就直接對T為分 OK 然後呢 T又是X函數 這樣了解嗎 有沒有問題 所以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是你可以算的 因為 我們在圍根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是 隨著它變化的磁礦 這個也是 隨著它變化的時候 你的 等於那X 變化一點點的時候 那X這個函數 變化多少 才叫做微分 那 所以你一定要先對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 做微分 然後這個變數呢 對你要求的X 這個變數 再做一次微分 它是一個全部的部分 好 再來 我們剛剛看到的都是 一次微分而五 那如果 真正這個部分 對 假設 它的值 是彎 圍出來的值 是彎 那我又要看 它 對X的變化率 那這個沒有問題 那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我直接 要用FX 對它的影響的話 那我就可以變成 YX就是 比X 平常我們把這樣子寫成什麼 D 比X 平常我們把這樣子寫成什麼 比X平方 好 這是我們的二次微分 好 這是我們的二次微分 好 這是 我們跟你們平常熟悉的 那我們舉幾個小例子來看一下 我說 我們說 Panel 系統 然後對它 那 你只會對Panel 系統 微分的話 那這個是它的變數 那我們知道Panel 系統 那是 我沙內心腸 平直沙內心腸 對不對 所以現在 你可以把它 拆成 這個是兩個相成 所以我們說 沙內心腸先固定 間對 我沙內心腸平直或微分 OK 然後 再 把 Panel 系統 再對 Sai 系統 這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你就可以把 這個微分出來的東西 把它拆出來 然後帶進去 就不到 那我們平常 我們在計算的過程當中 在更簡單的一個微分的話 就是多向式的微分 那我想多向式的微分 你都應該滿清楚的 所以我們說 Fx 好 Fx 的函數 如果是 x 的 A1 x 的 n 次數 再加上 an-1 的 xn-1 次數 好了 可以應該沒問題吧 有問題的請記住 所以基本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都是很簡單的一個情況 那 我們平常常常會看到 類似這樣子的 一個 函數的 分的話 我們要自己去圍他 那我說 如果我有一個函數 我可以把它寫成 hx gx 那我怎麼樣去圍他呢 那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把它寫成 你可以把它寫成 gx 然後 hx 的 負一次方 那 同樣的 我們用圈入 第一個 你先對 再 gx 做過 再 h的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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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1 X等GX 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是負一的道案 所以直接你可以把它做形成是 HX等平方分之1 然後我們需要HX 對GX 比X的微分 減掉 GX 對 HX 所以從這個關係跟這裡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做 那就馬上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那句話說 其實這個就相當於是 負的 Co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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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帶進去 把它算出來 好 這是我們對於維根的部分的一個結果 我再強調一下 你做圈路的時候 就是你的變數 就是你現在用的函數 你現在用的函數的變數呢 跟你想要看你的變化量 這兩個是不同的函數 而且它不是independent 它之間有關聯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先做 對它做微分補透 再把Y的公S 來做它的變化量的探討 這就是圈路 那像這裡的情況 Cosan 1分之1 C它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面 你是可以把 它變成是 cosθ的-1 那-1被dθ为分 那如果你说你要用圈入的部分的话 那其实就是我把cosθ当成是x 那我们现在dxdθ 那换句话说负1那你这个就是负1 所以你变成是x的2次方分之1比x比c 那你变成cos平方c分之1比cosc分之1 这样了解吗 所以如果你要用圈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vx是等于cosc分之1 那它就是这样子的就变成它 这样也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是在维分上面的一些应用的部分 好 好 好